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 请你先做一件事 全选 全选 然后 请点 常用 底下的 内文 请你先做这件事 好 通常我们在做一份文件 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要开始思考一下 请问我现在我要做一个大的计划 写一个计划写一份报告 可能有10页20页50页 当然有可能只有5页都有可能 好 这时候你第一件事情 你会先把大纲写出来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大纲叫做标题文字 所以我们有标题一文字 标题二文字 这些 这些文字我们会全部都打好 全部都打好之后 我就开始来去写 这个标题的内容文字 可以哦 所以我全部都写完 然后 之后我就会去抓一些图片 就设计图片 设计表格再放进去 大概就长这个样子了 所以前面这些动作 前面这些动作我想应该大家都会做 好 所以我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的 那接下来呢 Word知不知道 你哪些是标题文字 哪些是内容文字 他不知道吗 这是由谁设定的 自己作者自己写这个计划 写这一份报告的原理 所以呢我们要先知道指定 谁是标题一 谁是标题二 好 可以吗 所以请将游标放在成功简报关键篇 任何一个位置你也可以选到它 可是请注意 2016年之后的版本 它允许你这两个字是标题一 这两个字是标题二 这三个字是标题三 请将游标放在任何一个成功简报关键篇 随便一个地方你也可以全选 全选就是在它这个成功简报关键篇的前面 好 然后请点常用的标题 而样式底下的标题一 这就是标题一了 你可以发现在这个地方 它就针对标题 它会出现了一个标题 好 这个视窗它叫导览 我觉得是很适合的 只是 检视底下它叫什么功能窗格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如何快速拟好简报架构 那我们当然游标放在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请点常用底下 它是标题记 它是标题二 请点标题二 好 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 这是内容文字 现在我教你的这些动作我都帮你做完了 等一下我要把这个档案关掉 再重开 就是标题一标题我都定好了 那我们稍微往下移动 移动到这个地方叫简报文字也可以成为众人聚集的技巧 有看到这一段落 这个段落应该也是标题二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就将游标点选常用 常用底下的样式里面的标题二 因为它本来是内文嘛 本来我刚刚是不是全选 然后全部把它定义为内文 好 因为我把它定义为标题 它就会放在这个标题的导览视窗里了 有看到我这边有第一个标题一 还有两个标题二 好 那依此类推 可不可以将游标慢慢的往下移动到这个 简报中的相片更生动活泼的技巧 一样也把它设为标题二 好 依此类推 可是我现在要请你们去找 第二个 第二个章节 第二个章节就跟 就跟什么 简报会比较无关了 好 来请将游标 可能我看要移动到第几页 很多页了 在我这边的话 可能要已经到了第十三页 十三页 有一个段落 有一个段落叫工作管理效率提升篇 请点标题一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通常我们设定的章节 章的部分 它会全部归纳整理 成为一章 你看像这边是不是都在介绍简报 简报的相关功能 好 那下面这个叫工作管理效率提升篇 它就在介绍OBIS的另外一个软体 叫Outlook Outlook里面有工作 不过这些都已经被淘汰的软体 各位就不用再知道了 好 那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 它在这一个文章上面 如果你要知道说章的分节 其实我会比较请你自己先去思考 你当时你是怎么设标题一为章 标题二为节 依此类推 这个我相信我就不用再花很多时间来去做将近 可以吗 好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请你关掉再重新打开 因为我就全部都帮你做完了 所以请把这个档案关掉 不要储存 然后重新再打开 刚刚我们就要逐一把所有的标题一整理好 所有的标题二定义好 这个定义完毕之后 我们的文章可以一致性的设定